再來看台中市台立的當民路 還有洗營路口 最近有一間蘇林申請的下水桌 該桌的工廳 不過當台立場還有民眾都不知道 這個水桌會對四十五度 世外變成是九十度 所以民眾是很煩惱說 落大火 火水會失敗 其實會淹水 所以今天早期大家出面去控制 要求要停工 堅決即刻停工 反對下水道改道 民眾站在西港環圍頭前大聲控制 要求工廳馬上停工 台中市台立區當民路跟西營路口 不曾經在進行豪水下水就該倒工廳 但是當地民眾表示 工廳為整個火灘 整個到重工完全沒有跟地方溝通 一定也都不知道 等到港版立場才發現 道路向向搖出一條大橋 大家都覺得很意外 小孩沒有人都沒有尊重 改到改九十度的話這樣不行 以後如果積水的話 這個責任誰要付 對不對 是底下人要付還是國家要賠償 立場路文憑賠平 沒有這種回復原狀的話 我按您申告 來購這些相關單位施職 圖利他人 這個改道它經過水里計算 它的淹水不會有淹水的疑慮 我們有先請廠商汕停施工 那然後會先跟里長說明 台中市水里又表示 這個下水道其實是早期的慣慨水路 經常有民眾因為造型環境危險的問題 所以先請改道 新的水道事前 經過水里計算確定沒有淹水的疑慮 目前已經要求現場提供 會向里長說明後再來學工 記者台中報道